为了鼓励地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研发以及产业升级 台东县政府特别举办台东县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 也就是地方型SBIR的交流会 来协助业者更充分地了解并且运用研发补助资源 提升产业创新与升级 今年的交流会将在5月13号展开 而且有别于往年 今年首度由台东县政府召开 台东业者与东南部大专院校及知名法人机构进行媒合 并且希望透过一对一的介绍与咨询的方式 解决台东业者的问题 为了鼓励地方的产业 技术的创新研发还有产业的升级 那我们特别将经济部争取的补助 那今年编列了1000万的经费 那每一案的一个创新研发推动的计划部分 最高可以补助100万 那很欢迎台东县业者还有创新研发的单位 来跟我们一起合作 那我们在5月13号会办一场 业者跟创新研发单位的一个交流会 那希望有兴趣的单位 会有疑问的部分都可以到现场来咨询 那时间是在5月13号下午的1点半到5点 台东县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交流会 不仅可以让有需要的业者更了解什么是地方型SBIR 更会有实际案例的分享 以及业者与辅导团分众媒合的时间 实际提供业者创新与产业提升的有效方法 东台新闻林婉正黄欣平在台东市的采访报道